夜里八路战士正在营地吃饭 老孙头忽然听到门外有狗叫 连忙让栓子出去查看 不料栓子刚出来就被几人按倒在地 栓子抬起头看见了眼前大批鬼子 刚要大喊鬼子就将其杀害 当鬼子快要进入住地时 栓子用尽最后力气咬住鬼子的手 疼得鬼子哇哇大叫 老孙头听见动静 立马让大家撤退 但为时已晚 小鬼子已经站在面前 对着手下兄弟开始射击 老孙头看着眼前的兄弟一个个倒下 问哪来的这么多鬼子 手下去没有一个人知道 看着眼前大批鬼子 老孙头只能下令撤退 让大狗带着众人翻墙离开 他负责断后拖住鬼子 大狗使出洪荒之力将墙推倒 众人拉着老孙头一起离开 撤出来后 老孙头看着眼前寥寥无几的人 瞬间暴躁起来 拿起粮食扔了出去 随后他夺过大狗手中枪 让众人去休息 独自一人去站岗 想着死去的兄弟 久久不能平复 一个人在树下做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老孙头擅自行动 独自来到城里 势必弄死鬼子骑兵队长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李峰得知消息 不放心老孙头 连忙往城里去寻找 老孙头正准备 在众目睽睽下动手 却被李峰从天而降的一盆水拦截 老孙头站起来大骂道 谁 你自己下来 上楼后却发现是李峰 两人在街上闲逛时 发现不远处的土老炮 瞬间被吸引过去 两人准备用这门土老炮作为掩护 暗中开枪杀死鬼子长官 于是和大爷商量 最终以两袋白面 换下大爷手征的土炮 次日清晨 两人便开始行动 李峰趴在高处 等待着时机 老孙头悠闲地晃着手中机器 这时不远处来了一队鬼子兵 两人看到队伍中的鬼子队长 此人正是被刚派来的骑兵队长 鬼子亲王的儿子左高顽藤 当老孙头看到左高顽藤 就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鬼子兵经过面前时 李峰的枪始终瞄着 左高顽藤的脑袋 等待头脑炮爆炸 老孙头这时急了 左手不断前后活动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眼看都快撸出火星子 就听喷 轻炸开 老孙头舒服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李峰连忙开枪 却没有打中左高顽藤 而他坐的马受到惊吓 一路跑向城外 老孙头见状 连忙提起红鹰枪 撑竿起跳 坐在鬼子的马上追了出去 此时城里的鬼子乱了套 一路追着李峰 而老孙头则一路追着左高顽藤 根本不管这些少骂乱 城门口突然冲出一个人 手握长枪大喊道 此时李峰在房顶飞檐走壁 溜着一对小短腿在城里转圈 玩累的李峰从房顶跳下 后面鬼子穷追不舍 李峰看到一个小胖孩随手抱起 台子一脸茫然地看着李峰 这时鬼子从身边跑过 却没有发现一旁的李峰 李峰成功躲过鬼子追击 这么沉的 另一边 小鬼子跑到一片空地 左高顽藤回头拔刀向老孙头冲去 两人揪手时 老孙头夺过左高顽藤手中的刀 将其拉下马 他将刀别在腰后 向左高顽藤冲去 左高顽藤立马逃到一棵树下 老孙头不断发起进攻 左高顽藤像王八一样左右伸头 片刻后鬼子援兵赶到 老孙头看到连忙扔出手中红银枪 一看没扎中左高顽藤 扭头就跑 左高顽藤才幸免一死 李大本市去偷鬼子老挝 正傻子因此重担 强忍腾痛一路撤了出来 最终还是没坚持住 倒地不起 李大本市见状连忙上前查看 此时的正傻子已经牺牲 李大本市损失一元大将 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 回去后众人商量一番 并决定先回司令部换点物资 这次李大本市可是下了血本 带着算盘拿着十条枪 回九宗找司令员换来了地雷和火药 准备前往县城引诱鬼子骑兵 将其引到山中夹缝一并消灭 众人带着地雷火药往回走 由于火药不能颠簸 走得慢 所以算盘和李大本市只能分开走 算盘等人走到半路 却被杀后团结下 不报名号还好 一说是八路他们直接将火药和人都给扣了下来 貂蝉放走两人让他们回去报信 热闹去找李大本市报信 而另一个人回九宗召集人马 热闹回去后告诉李大本市 对面点名让他去 否则东西别想带走 李大本市一听热闹的描述 便知道此人是貂蝉 原来是因为李大本市大婚夜逃跑 貂蝉带人在周边搜寻一个多月 却未见李大本市的人影 终于等到八路的队伍从此听过 才将东西和人一并扣下 就是为了逼李大本市出面 可李大本市哪敢告诉众人 于是编了一个理由 准备糊弄过去 李大本市说完后 感觉自己都不信 一个人站在原地傻笑 众人觉得李大本市没说实话 认为是他在哪儿惹的风流战 才会被报复在队伍上 这时众人将李大本市围在中间 李大本市糊弄几句就想开溜 他站起来却没人给他让路 自己只能灰溜溜的从床上爬出来 李大本市独自一人去找貂蝉 在路上他拿出两人的定情信物 看了许久后 李大本市就想到了应对之策 另一边得到消息的八路队伍 已经埋伏在貂蝉门外 正准备进宫时 李大本市及时赶到 一个人走了进去 刚进门就被貂蝉用枪顶着 李大本市弱弱的说了一句 貂蝉将李大本市拉到一边 随后李大本市用租来的嘴 开始疯狂忽悠 一口一个媳妇叫得貂蝉心软了下来 李大本市见貂蝉有所摇动 继续进行行衣炮弹轰炸 最终貂蝉还是抵挡不住 李大本市的忽悠 决定放他们走 并提出要和他们一起走 就这样 一群人顺利扛着火药返回基地 后面还跟着貂蝉等人 另一边 鬼子从四面八方召集戏班子 赶往县城为鬼子唱戏 得到消息的李大本市开会商量 在商讨中直接识破鬼子计谋 只见石头站起来想要说点什么 众人便都看向他 石头又磕了磕脑袋瓜子坐下 看来是合金脑壳有点秀斗了 在众人商量后决定扮成戏班进城 路上结下一个戏班子 在李大本市威逼利诱下 戏班老板决定将戏班转让 就这样 李大本市带领一部分人混进城 而李峰则带人在城外接应 准备将鬼子骑兵一举歼灭 李大本市等人在一旁开始唱戏 算盘出场就办了个包工 刚一张嘴 李大本市就犯了仇 先不说唱得怎么样 就那半相看着都吓人 周围的人纷纷走开 还引来了二狗子清场 这时貂蝉从后面冲了出来 手提长枪 旋转冲场 李大本市看到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 周围瞬间围满了观众 热闹的氛围引来了左高顽藤 一路拍手叫好的走得过来 左高顽藤让手下将李大本市等人带走 两天后为鬼子演出 鬼子将众人关在一个院子里 等鬼子交代完事转身离开后 貂蝉走过来喊了一声狗腿子 我像狗腿子 确实刚刚鬼子交代事的时候 李大本市站在旁边 像极了汉奸翻译二狗子 晚上众人在墙角发现一个狗洞 让地瓜钻出去 打探鬼子圈马的地方 因为洞口太小 而地瓜的脑袋大 无奈之下 众人使劲将地瓜往洞里推 正在众人用力推地瓜时 貂蝉踩着地瓜直接爬上墙头 下面的一群老爷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貂蝉 李大本市交代两句 貂蝉转身跳了下去 去打探鬼子站马的所在位置 貂蝉刚走一会儿 鬼子的大批人马赶来 刚进门鬼子就嚷嚷着 让所有人出来登记 可让李大本市没想到的是 不远处的寺内勇竟一步步地向他走来 眼看对方就要走到面前 李大本市只能笑脸相迎 就在寺内勇感觉李大本市面熟时 鬼子开始对其他人一一盘查 那边算盘在口吐芬芳 这边寺内勇发现貂蝉不在场 李大本市连忙解释道 因为白天唱戏累了正在休息 谁知寺内勇怒吼一声巴嘎 便朝貂蝉房间走去 寺内勇进屋后静止走向貂蝉床前 拉开床上帘子 却发现里面没有人 伸手摸了摸床铺 不出所料果然是凉的 寺内勇刚要扭头拔刀下令捉拿 貂蝉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 外面鬼子闻声立马冲了进来 李大本市连忙上前解释 不会不会不会 寺内勇没能发现什么端倪 只能灰溜溜的离开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貂蝉 好好休养 不要耽误给皇军演出 鬼子走后 貂蝉嫣然一笑 李大本市送走鬼子 连忙返回屋中 询问貂蝉打探的情况 貂蝉告诉他 鬼子的马全藏在地主康钩八甲中 李大本市听后 开心的咧嘴笑了下来 另一边 城外的李峰也没闲着 待人在约定地点布置地雷 为了将鬼子赶尽杀绝 就连拉回来的几箱火药 也全埋在路上 老孙头边埋地雷边嘟囊着 回去后 四内勇连忙向上帝汇报 觉得这个戏班子非常可疑 左高丸腾听后 回头大骂四内勇愚蠢 他觉得这不是八路的主力部队 是来打探消息的 不会掀起大浪 主力部队则在城外等着接影 左高丸腾分析的头头是道 感觉自己都聪明了许多 第二天一早 貂蝉在台上演出 台下坐满了小鬼子 左高丸腾一边看戏 一边想着动手时间 意味深长的笑着 感觉一切都在掌握中 演出结束后 左高丸腾请貂蝉吃饭 貂蝉觉得三人喝酒不痛快 提议让李大本市来陪着 四内勇刚准备阻拦 左高丸腾却已经同意 嘴上说着亲善有名 心里却想着试探下他们 李大本市坐下后 就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左高丸腾开始询问西班情况 当李大本市说西班子 已经有七八年时 左高丸腾意味深长地 笑着质问李大本市 李大本市听后开始忽悠 声称自己走南闯北十余仔 也是最近才回来 左高丸腾听后很不满意这个答案 他尖笑着给李大本市倒了一杯酒 李大本市刚喝一口就听到鬼子说 李大本市听到左高丸腾一连串疑问后 不知所措地傻笑起来 在左高丸腾的逼问下 李大本市脑瓜一转 解释说自己早年曾学过算命 这次就是通过算命得知消息 左高丸腾听后显然不信 还讽刺他说找了一个好理由 李大本市看没忽悠住 便拿出了真本事 让左高丸腾伸出双手 自己凑上去 看了起来 有几分江湖骗子的模样 看完后笑着和左高丸腾说 这个月十三号 可否是您的大寿 左高丸腾听后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爪子 心想这压的真是算命的 李大本市不等鬼子反应 就开始心地忽悠 一旁的思念用 听得也是一脸懵逼 真相却是尚无李大本市闹肚子 捂着肚子直奔厕所而去 就在他沉迷蹲坑时 外面室内有和一个鬼子恰巧经过 两人停在厕所外讲到机密 这俩鬼子死也想不到 身后厕所里居然蹲着李大本市 外面的对话全被李大本市收入耳中 而他听到的这些话 却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左高丸腾不死心 让李大本市算自己和貂蝉的缘分 他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说 左高丸腾居然和貂蝉有莫大的缘分 貂蝉听到这话 连忙看上李大本市 心里想杀了这个男人 竟然说自己的媳妇和别人有缘分 臭不要脸的左高丸腾又问 场面顿时安静三秒 李大本市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消失 在寺内涌的逼问下 无奈的李大本市只能装模作样地算了起来 左高丸腾一脸期待地等着答案 一旁的貂蝉却有点担心 过了一会儿 李大本市告诉鬼子说 近日之内万不可顶到枪 否则定会有血光之灾 鬼子听后笑了笑 站起来一把枪顶着李大本市脑袋 一旁貂蝉看到后准备动手 却被李大本市拦下 危急时刻 李大本市连忙说道 左高丸腾听后忍不住咧嘴大笑 还端起酒杯 要为他的妙算干杯 一场不平静的饭局就此结束 回去后 貂蝉非常生气 进屋就将李大本市放倒在地 随后一屁股坐在李大本市身上 拿出小刀抵住他的脖子说道 你敢说老娘跟鬼子有缘分 你想卖媳妇呢 刚好路过的算盘听到屋里吵闹 黑门进来后 看见坐在李大本市身上的貂蝉 心想这姿势是要干嘛 难道是传说中的泰山压顶 站起来的李大本市 只能拿头上的帽子出气 另一边 左高丸腾和四内勇开始密谋着一切 想要将城外八路引进来 将他们一网打尽 随后便让四内勇带人 以看演出为由 将众人聚集过来 李大本市和兄弟们商量好对策后 众人开始检查武器 就在这时 听到门外鬼子的叫喊声 李大本市觉得此时不能动手 要是被鬼子包围在院子里 就插翅难逃了 联盟让人把武器收拾起来 自己一人出去开门 鬼子进来后 以演出为由将众人带走 第二天一早 宠卖众人买好地雷 在打扫战场时 李峰却觉得背后有人盯着 迅速拔枪 指向远处大喊一声 看到远处山坡上 站起来几人 众人连忙警惕 这时大彪从远处走来 询问起自己妹妹 现在身在何处 当李峰说貂蝉在城里 准备剿灭鬼子骑兵时 大彪瞬间暴怒 以为这些人 让貂蝉进城当炮灰 另一边 城内众多鬼子 观看貂蝉演出 这时左高丸腾 突然起身拍手叫好 刚夸完貂蝉演出精彩 下一秒却翻脸 让台下众多鬼子 包围舞台 李大本市等人 也被逼着蹲下 此时按捺不住的思内勇 冲着貂蝉就是一枪 还好李大本市反应快 替貂蝉挡下子弹 随着李大本市倒地 左高丸腾告诉众人 事情和鬼子猜测的丝毫不差 李峰等人看到城里发射的信号 也不再和大彪等人纠缠 告诉大彪想救貂蝉就跟着 随后带领众人离开 大彪没办法 为了救妹妹也只能跟着 很快一行人来到东城门口 不料大彪突然停住脚步 看着城里空无一人 觉得是小鬼子的阴谋 当即决定带领众人走南城门 果然不出所料 城里大街小巷站满了鬼子 密密麻麻全是鬼子骑兵 就等着八路自投罗网 正是大彪这个不起眼的决定 才让他们躲过了鬼子重兵的埋伏 这边左高丸腾下达命令 让手下开始表演 大批鬼子摆好姿势准备射击时 就感觉到身后一股热浪袭来 原来是李峰等人及时赶到 给鬼子送去了温暖 埋伏在城门口的鬼子听到爆炸声 却在原地不为所动 原来是因为左高丸腾下达的命令 死守城门 不管里面发生什么都不要支援 鬼子没了援军 李峰的手榴弹更加疯狂的往里丢 炸的小鬼子四处逃窜 左高丸腾也被炸出门外 一路逃向城门口 地瓜等人已拿起手中武器和鬼子干了起来 在李峰和李大本事的里外夹击下 众人拿枪冲进来 三下五除二就将物理鬼子杀得片甲不留 联盟带着受伤的李大本事逃走 左高丸腾狼狈不堪地跑到城门口 看到埋伏在这里的鬼子兵 上前就是一巴掌 质问他为何听到爆炸声不支援 左高丸腾听后气得说不出话 随后上前拉下刚上马的四内勇 由自己带领骑兵前去追击 李大本事等人撤出南城不久 左高丸腾也带兵冲到南城门 看着地下的脚印 判断出八路的逃跑方向 便带着鬼子顺着脚印追了出去 李大本事等人跑进树林 李峰忽然想到没人把鬼子引过来 李大本事却说鬼子能顺着自己的血鞋追傻 花音刚落众人就听到身后 李大本事知道两条腿 怎么也跑不过鬼子的马 被鬼子追上一个也跑不了 大标听后自告奋勇 前去阻击鬼子 突然李峰和老孙头也挺身而出 众人虽然担心他们 但眼下情况也只能赶紧撤退 李峰等人来到空地 看着远处涌来的鬼子 李峰立即吩咐下去 咱们一散兵线散开 远方位射击一定要把马队给打散了 众人没有听懂李峰的专业术语 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眼看骑兵就快到眼前 众人这才赶紧散开 在战斗中 手下兄弟纷纷倒地 就连大标也腹背受敌 大标刚解决马上的鬼子 没想到身后腰子却被鬼子偷袭 大标忍痛抬脚将鬼子踢倒 回头一刀插死鬼子 报了仇 大标目视远方低声说道 另一边 鬼子骑马向李峰冲来 他迅速躲闪 躲过致命一击 联盟上前拉住鬼子 将其脱下马 李峰将鬼子按在地上 疯狂摩擦 老孙头拿起步枪 将鬼子拍死 两人刚站起来喘口气 却发现一匹鬼子战马 老孙头联盟从地下拔起一把草 成功驯服鬼子战马 两人骑着马在草原侧马奔腾 身后鬼子骑兵穷追不舍 老孙头能否将鬼子骑兵 引入埋伏 将其一举歼灭 剧情不迷路 点点小关注 我是华子 我们下集再见